對此重發議任的鄉土文化作家 馮相福 先前 1950年年下出查報告 順利 要經營的採替 就由強人團水 運作加強文化工作室 同馮相福 部分的文化作品 協助的《貴鄉散布局》案例的樣片 我們想今天請你 回到全台灣的學校 開始順避放鬆 體重發海豬藥鹽漏漏 那整個商鋪丘子葉 嗯 土地的大片手菜 因為上禮拜養片已經結合了 在前傳作品 所有的企業整個片創 難以無效力的放鬆肥 為了這土地付出 我們要支持 體重發議任出社的馮相福 那整個超級 作品《貴鄉丘子葉》 的文化中 不過三十三十年 已查佛高生 總發加強文化工作室 就用馮相福的文化作品 各變作用馬三 的貴鄉淯 和白湯營跟吳吐 雷漏漏 全向上普及的文化短片 以洪幸福的作品來說 他的創作觀在黃武忠老師寫的洪幸福品 在裡面就是關心與愛 然後他非常非常在乎農村的小人物的圖像 今年的2023年的4月初我們拍完 然後預計2023年的8月會做首映 我們過去在2020年拍了第一部 2021年是第二部 那今年到第三部 那我們就是用一個三部曲的文學改編的短片 然後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短片 走到全臺灣各地的校園 那一方面是讓大家重新認識 洪幸福這位作家